最近生活在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宝宝鱼可和鱼爱越来越红,每天都有无数人围观这对小兄妹和他们的妈妈二顺在一起的直播画面。 重庆进入夏季,天气开始热起来,这两个小家伙抗拒洗澡的画面也是占据热搜榜的头条。 但是你知道吗?鱼可和鱼爱这两只小熊也大有来头,他们的爸爸是后知力量超强,会站起来和奶爸吵架的蔓越莓青青,他们俩继承了爸爸独特的点降纯胎记。 他们的妈妈二顺十年前出差加拿大,在多伦多生下一对龙凤胎,所以鱼可和鱼爱还有一对哥哥姐姐。 结果因为疫情的影响,二顺妈妈没完成十年租约,带着老大老二提前回国了,也正因为这提前的回国,才有了鱼可鱼爱这两个调皮的小朋友。 本期《潮流白皮书》就带你来认识鱼可和鱼爱,以及他们家庭的故事。 鱼可和鱼爱兄妹俩2022年7月22日在重庆出生,刚出生时,哥哥体重132克,妹妹体重91克,左边这只在睡觉的是哥哥。 右边的妹妹,体格虽然小一些,但是一出生就活泼好动,精力充沛。 到下个月,这两个小朋友就要一周岁了。 随着他们的渐渐长大,兄妹俩的个性也逐渐显露,哥哥鱼可,个子大脸圆,性格安静,吃饭的时候会走神,喜欢边吃边玩,平常爱念着妈妈二顺,是粉丝网友眼中公认的妈宝男。 而妹妹鱼爱虽然个头偏小,性格却是活泼热情,吃饭也不像哥哥磨磨叽叽,总是迅捷如风,一气呵成。 虽然快要一岁了,但是这两只小熊还是离不开妈妈的宝宝,妈妈二顺则是非常好脾气的妈妈,随便两个调皮鬼怎么折腾,孩子要爬树,二顺就提前做好,把宽厚的肩膀拿出来给孩子踩,孩子要玩吊篮,这个妈妈就在一旁保护着,实在不放心的时候,就把孩子带离危险地带。 网友都说,真的想要一个像二顺这样的妈妈,而二顺带娃这么有耐心,很有可能是因为她已经有过一次带两娃的经验了。 在鱼可和鱼爱之前,二顺妈妈就生育过一对龙凤胎,这对龙凤胎也是哥哥和妹妹。 二顺是知名的大熊猫亚老儿的第二个孩子,2007年出生在重庆。 2013年,六岁的二顺和成都的另一只雄姓大熊猫大毛一起出差加拿大,开始了旅居加拿大的生活。 二顺和大毛先是在多伦多动物园安了家。 三年后的2016年,二顺和大毛通过人工受精,在多伦多生下一对龙凤胎,哥哥叫做加盼盼,妹妹叫做加月月。 盼盼和月月的出生在加拿大引起轰动,加拿大媒体说双胞胎兄妹的出生是苦等了40年的重大喜讯。 他们的名字也是全国争灵得来的,小家伙们还接见了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人气是非同一般。 而二顺妈妈则是开始了带娃生涯,双胞胎中的哥哥盼盼性格安静,喜欢年年妈妈。 相反,妹妹月月则是调皮活泼。 初为人母的二顺展现出了无比的耐心,母子三人留下了无数快乐的时光。 2018年,在多伦多住了五年之后,二顺、大毛和已经两岁的加盼盼、加月月,一家四口又举家搬迁,从多伦多搬到了加拿大的另一个城市卡尔加里。 按照中国熊猫租借的规定,在海外出生的盼盼和月月成年之后,要回到祖国。 所以在2020年的1月,4岁的加盼盼和加月月回到了成都。 而按照租约,爸爸大毛和妈妈二顺还要在加拿大生活到2023年才能回国。 但是,没想到的是,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随后更是经历了几年的航班中断,国际旅行受阻的难题。 这导致二顺和大毛一直吃的每周空运来的四川老家的新鲜竹子不能及时到达。 每周两次的空运中断后,加拿大又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口粮,二顺和大毛出现了食物短缺的难题。 最后,加拿大方面和中国协商决定提前归还二顺和大毛。 按照中加两国的协议,这两只大熊猫应该是2023年送还中国。 就这样,在2020年的11月,二顺和大毛结束足约,提前三年时间回国。 正是因为二顺的提前回国,才会有两年后鱼可和鱼爱的诞生。 这里,就轮到鱼可和鱼爱的爸爸,著名的曼月梅轻轻隆重出场了。 爸爸曼月梅轻轻比妈妈二顺足足要小八岁。 曼月梅小时候就因为挖梅,被妈妈强迫洗澡等等名场面出了名,稍微长大一点,更因为战略和奶爸吵架,搞得人人皆知。 2021年到2022年,大熊猫繁育季。 六岁的曼月梅正值青春壮年,她无处安放的魅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两年间,曼月梅成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新一代男神,肩负起了传宗接代,延续种群的重任。 曼月梅跟家美、秀球和二顺等大熊猫都恋爱生育,生下一大批孩子。 和二顺的这场姐弟恋,就诞生了余可和余爱这对兄妹。 余可余爱兄妹俩不仅继承了爸爸曼月梅的外形, 也遗传到了爸爸的超强厚制力量,看小小的余可,也有点会站起来的意思了。 在妈妈这一只的遗传系统里,哥哥熊余可则是继承了家族里男熊的特征, 虽然是小男生,却是喜欢黏着妈妈,一副娇滴滴的样子。 二顺家的老大,余可的哥哥家叛叹,就是个黏妈妈的男熊。 而妹妹熊则是继承了二顺家的姑娘的特点, 性格活泼,胆大又独立,和她的姐姐佳月月是一模一样。 网友说,二顺妈妈也真是厉害,总是生龙凤胎, 就连孩子的性格都能一模一样。 重庆动物园的饲养员给妹妹洗澡,妹妹不配合, 一个劲的反抗,再看旁边的哥哥余可, 带着零食一边吃一边看热闹, 你会还换一个角度,又或是自己玩自己的, 等到饲养员准备给自己洗了,一溜烟就跑了。 去年,余可、余艾在重庆出生, 也是轰动山城的大好消息。 他们2022年7月出生, 到了今年的3月,两个娃娃都半岁了, 他们的名字才终于敲定。 而这两个娃娃的茁壮成长, 除了妈妈二顺的心血之外, 还有这位奶妈的付出。 一共有展出的大熊猫,有20只。 然后今天由我给大家简单的刻度讲解一下大熊猫的知识。 在这个野外的话,我们大熊猫的话, 它主要采食的是我们的竹子,还有竹笋。 但是在我们娟养的情况下, 有我们饲养员给它准备的精饲料。 所以在野外的大熊猫的话, 它一般的平均年龄会只能重活在20岁。 以上左右, 然后在我们娟养的情况下的话, 它可以重活到30岁以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熊猫平时吃的东西。 有我们的那个玉米粉, 还有那个麦片, 还有这些钙片呀, 这些黑米粉呢。 然后你们可能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我头啊, 你们闻一下嘛, 很香的, 小朋友来闻一下。 重庆动物园的这位奶妈因为和鱼可, 鱼爱的很多互动, 被大家所认识。 网友说, 这是熊猫界最温柔的奶妈, 哥哥鱼可现在这么妈宝, 一半是给亲妈二顺宠的, 一半就是被这位奶妈宠的。 更多人则是表示, 真羡慕这位奶妈, 恨不得能浑穿它, 也可以和鱼可鱼爱亲亲抱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